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好豐富創辦人黃孝君 吃著腳傳說在田耿間 連地上的紅火藝也全然不在乎 位於桃園的好豐富農家 致力於永濟種植 曾經念到碩士的他放下學術專業 捲起袖子回到農田 不管爸爸的反對 希望將永濟種植與社區歷史做結合 就是有一種莫名的使命感吧 對 就是那種情感是我走不開 但是也放不下 就是覺得這裡就是一個好環境 就一定要守著它 那怎麼守就還在權衡啊 不是說目前做這樣子的模式 就一定是好的模式 好豐富目前正在推廣農地農幼 以身區導覽的方式 結合製果、寫生等活動 讓大眾更了解並愛護徒弟 就我們還在討論 其實還有可能會如何讓它變得更好這樣子 對他來說好豐富不只是一份工作 更是對家鄉的使命 應該址 我來拍攝 れて姿勢 我們抬到 二十三個月 某個月 我們來拍攝